6月17号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6月16号临时至24时 北京市新增确诊病例31例 其中男性19例 女性12例 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 他表示当前北京疫情仍处于上升期 初步推断本次疫情由人际传播 或物品环境污染引发的感染所致 目前病例中以普通型和轻型病例为主 占总病例数的95% 由于初期病例均与该市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在结合发病时间的流行曲线 由此推断 疫情在早期即被发现 目前我市疫情还处于上升期 考虑该市场是我市最大的农副产品 交易场所 物流广泛 人员密集 疫情扩散风险大 控制难度较大 不排除发病人数 未来还会维持并持续一定时间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检疫检测工作组副组长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表示 从6月13号起以迅速对新发地等出现疫情的市场人员 周边小区居民 大数据排查的设议人员 社区敲门行动中主动报告有关的人员 全市农贸市场人员约35.6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 目前日均核酸采样约40万人 未来将扩大采样能力 对新发地等设议市场 设议社区相关人员 我市中高风险 街道 乡镇 常住居民等6类人员 将按照应检进检的原则 由属地政府在本区域内统一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对于自愿检测人员 请提前预约前往指定的检测机构 或向社区登记预约 近期北京市已公布了检测机构的名单 请市民避免自行前往医院发任门诊 进行核酸检测 针对北京市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情况 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 目前北京市主要连锁商超 社区菜市场供应稳定 秩序良好 市场缺断货情况不断减少 6月14号到16号 一共有37家企业64家门店 出现蔬菜缺断货情况 其中6月14号缺断货门店31家 15号27家 16号为6家 市场缺断货门店的数量持续下降 雾美金克龙超市发等8家大型连锁超市592家的门店 6月16日蔬菜净货量2961吨 比12日增加了71.3% 销售量2361吨 比12日增加了100% 连锁商超的供应保障能力十分稳定 1日增长 1日增加在离生素 probiot ascensor 2日增加座 1993年